你先说 我先说 跟我一样比较慢热吧 对 然后都不太说话 导演就为了让我们快速的熟络起来 就把我们拉去了那个 密室 逃脱 狗狗 对 我觉得两个人的相处还是挺重要的 如果是发消息的文字 和你面对面说话 你的感情的表达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都要有吧 我觉得既要有充满激情的生活 也要能够学会享受平淡的生活 可能到最后都是平淡安稳的生活 但是两个人可以在生活中 一起去创造一些激情 真诚地说 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还有感情 其实就会自然而然地在一起 我也是比较顺其自然一些 对 我会相信民众注定的缘分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两个人之间有缘分 其实就像 这两个人中间有一条线 慢慢地把他们拉进 所以相识相知很难得 所以我们要珍惜相遇 相守相伴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得知道对方的一些 不管说是习惯呀 或者是一些也好 去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喜欢是相遇时的心动 然后爱可能更多的是要 像刚刚提到的相守和陪伴 分手 你要看分多少时间 对吧 你分个十年八载 你就跟重新认识一样 重新遇到对方的那一瞬间 就知道答案了 当然 谢谢